请走进来听他们的故事 真人图书馆让您借阅各领域的专家 走进他们生命地头 亚洲最新难民危机 巴基斯坦驱逐170万阿富汗难民 回家之路太极区 上人行脚抵达的台南 大爱幼儿园自创的迷你法船一出航 全场人气最旺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11月3号大爱夜安新闻 我是全朱祺 台湾已经进入少子化的时代了 所以每一个孩子的教育都非常重要 假如您的孩子从小就能学会 慈悲跟仁爱 实施想着帮助别人 那教育应该就成功了一半 今晚的头条新闻 就带您来看这么一群孩子 他们就读的是台南的大爱幼儿园 年龄大约就是3到6岁之间 这一回上人行脚要来到台南 小小孩就在想着 他们要呈现什么样的礼物 送给上人呢 于是每个人就开始自己彩绘 自己设计 用回收的纸板做了一艘一艘的小法船 他们说这一艘船要去救度众生 去帮助那些苦难和贫穷的人 闲见善良的种子 在小小心田已经萌芽 好法力的体验 会说好话 做好事 爱护大地 感恩 这都是好爱 精巧不失道气的小法船 设计师竟然是幼儿园小朋友 运用回收后纸板加强船身立体化 接下来还要彩绘复制 你看看你自己对 是不是有跟这里的这边一样 那你在活什么 法船 那法船要做什么 救人 你说要救谁 贫穷的人 这个是我的好朋友 这个是我 你要帮助别人 所以就要 软快画法船要救人 回收纸张制作的小小法船 象征师姑师伯的爱心不断 孩子们的爱与善也从小扎根 大爱新闻正瑞萍 许翠欣 徐敏耀 台南报道 人生常常是学无止境的 大家应该都有到图书馆 借书的经验吧 现在新北市也有一座 特别的图书馆 这是跟随国外的潮流 叫做真人图书馆 来到这里借的不是书 而是一个一个的人 他们跟您分享的是 自己特殊的生命历程 或者学有专精的不同领域 来到这个图书馆借书 也是有规则的 每一次只能借一本书 不过其实所谓一本书 就是借一个人的意思 每一次可以有30分钟的时间 假如你是12岁以下的小朋友 就要有家长陪同 而且这个真人图书馆的真人老师 只能够在馆里说故事 不可以到馆外去阅读 那么真人图书馆的领域非常多 比方说各种的专业 像是指医生或者是非视觉 也就是所谓的盲人摄影 还有豪忙雕刻 古籍修复等等 都是真人图书馆的藏书 那么想知道这间真人图书馆 最多人借阅的是什么样的领域吗 一起来看这则报道 我知道我自己的局限 是有大量的看书 我的忧郁症从中度到重度 在婚姻中去征求 我想要独立这个过程 然后变成一个创作者 我觉得是一个人跟人之间 面对面相互交流的一个很难得的缘分 我很习惯 习惯就是跟人互动 而且我一直在做这一块 我曾经是乳癌患者 我的下半身骨盆是全部动过的 用药过度引起的免疫系统病变 我们把他当成演员这样子 让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 让他们真的去演出 我是觉得那是一个 生命在影响生命的一个状态 科本阿根的真人图书馆制度 人们很习惯就是依赖在虚拟的世界 虚拟的生活当中 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疏离这样 但是精神疾病其实是个光谱 它其实是非常多种种类的 精神科方面就是这个主体这样子 它借阅的次数很多 第二我们应该是跟生命经验有关 这个猫咪儿它的这个毛色是蓝色的 用领养代替购买 它只知道说要赶快的让我忧郁症 能够赶快好的话 它就去买一只给我 我会一直骂它 你怎么可以购买 但那只猫是无辜的 我甚至在跟我儿子吵架的时候 我是看一本书照着它写了这些话语 我觉得超恶心的话 但是我就照着这个方式念给它听 我请它闭上眼睛 然后它听的时候哭了 就连写信我会不好意思 所以如果看了其他书讲话 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 跟这些作者有 就是真正的一些交流 深度的交流 跟陆云姐一样的长辈 所以她怎么跟长辈们沟通 因为我的孙子今年就考上七大志工 听到她住校我就 我说宝贝你帮我抱抱 我就看她背影 我就心好酸 然后我眼睛就掉下来 我就看到那个背影 走到我看不见了 是这样子 可是你知道我会让人感触就是说 其实一个放手 对双方来讲 都是让自己成长 我也可以顺便讲我的故事 如果就是有办法互动 然后也比较有温度 我认为学生因为这个美沙通疗法 过来就把毒瘾给进了 那也要花很多的精神 他也花很多的气 单独留下来跟我谈 我说好 这个才是好 因为他们怕人家知道 就表示他还有羞耻心 框架之外 你也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跟快乐的样子 背越多的时候 我好像越来越勇敢 他有吸收到你的东西 而且这个东西对他是有帮助的 你会觉得说 哇 你的能量是越来越饱满 季节交替的时候 尤其抵抗力又比较低下的话 会引发所谓带状泡疹 又称为胚爪 这种病毒除了清洗您的皮肤 还有神经系统之外 它也会清洗眼睛 甚至有因此而失明的个案 带状泡疹是潜藏的视力杀手 病毒在人体免疫力低下时发作 侵犯眼角末程度严重者甚至失明 最终必须进行角末移植 角膜上面的带状泡疹引起感染 然后造成眼角末的透明性丧失了 变成模糊的这种情绪 眼睛构造精细又脆弱 角末在最外层 受创原因除了外伤 先天疾病还有感染 受伤之后你的神经就已经暴露出来了 就好像你擦伤 你拨头同样擦伤 里面的神经暴露 你抹一下就痛 抹一下就痛一样 台中慈激医院2020年 就被认证为眼角末移植医院 法令规定六年必须完成实例 这个团队仅花三年就达标 质量都在水准之上 成功率是八十几% 那跟国外和内外的 那个医学中心都完全都一致 算还不错 人才到位 软硬体齐备 方能给予患者完整妥善的照顾 大爱新闻的亚萍林欣宏 台中报道 接下来关心有这么一位 不速之客不得不防 他就是臭虫 或者叫他叫床尸 先前他在法国横行无阻 现在已经到了亚洲了 南韩也出现他的踪迹 臭虫总是依附在你的衣服 或者行李当中 就把他带回家了 所以臭虫一旦来到亚洲的话 入境到台湾 恐怕也是时间问题 大家要先学会如何预防 从巴黎伦敦到首尔 臭虫危机在国际间快速传播 虽然不会散布病菌 但很难清除 而且人体被叮咬后 会造成皮肤红肿搔痒 首尔目前人人文之色变 根据卫生当局调查 首尔市区25个行政区中 已经有18个区发现臭虫 新闻公开后引爆全国恐慌 不少民众透露 根本不敢在公共场所逗留 不只电影不敢看 连搭地铁都不敢坐下 生怕臭虫跟着回家 臭虫生活在黑暗的地方 吸取人类血液为生 专家分析 目前南韩出现的臭虫 应是依附在入境者的行李传入 机场应加强检疫措施 否则因臭虫抗杀虫剂的能力强 繁衍速度又快 就算灭虫公司使用专业药物消杀 十天后虫卵也能复活 恐让灾情不断扩大 大爱新闻综合编译 加萨走廊的最新局势 南部每天都有好的进展 已经有一千多人成功离境 但是北部情况就很严峻了 连联合国的避难所都遭到了轰炸 休息一会儿 三分钟广告之后 回到新闻现场 我是林品桐 这是我的阿哥阿嬷 你知道妈妈爱你吗 那个冰淇淋我们吃超多次的 天秘的辛苦 大家记得我 因为我在电影《美国女孩》里面 饰演那个天真活泼 却很会察言观色的小女孩 某种程度上我也是个观察者 我在澳洲出生 一岁时回到台湾 七岁开始参与音乐剧演出 我就爱上了舞台 我最近学到这首歌 应该是阿哥阿嬷 年轻的时候听的歌 我唱给你们听好不好 太好了 谢谢你哦 我对音乐的喜好 应该是遗传阿嬷的 阿嬷很会弹古针 也会到慈祭的学校交叉到 在我的心目中 它就是那么的优雅 除了专业的学养之外呢 我们还有生活理应的教养 还有人格平等的修养 我们称它是三养开胎 阿嬷推的茶道叫军师茶道 要喝茶的时候要观想 那要用非常感恩的心 去品这一杯茶 那喝茶可以帮助我的表演呢 那当然是可以哦 要喝茶一定要先泡茶嘛 对不对 那就是要透过一些训练 透过训练的那个专注的心 马上就可以出来 阿公你爱喝茶吗 我已经喝了一辈子阿嬷的茶了 我的阿公阿嬷都是慈祭人 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花脸 阿公很博学 总是在做研究 他是医生也是校长 但是自从我演了美国女孩以后 大家都改口叫他美国女孩的阿公了 阿公你在找什么 阿公在找一本 你现在非常有兴趣的构动额的诗 他们除了构动以外 最主要是情绪控制不好 所以比较容易受到排击跟霸凌 那你要演这个角色 把它情绪好的话 让他们大家可以更理解 更接纳过动额 阿公现在还要把他的专业 继续发挥在写书上面 现在他还在研究脑部跟佛教 天文的关系 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是美国女孩林平童 我的阿公聪明又幽默 我的阿嬷温柔 欢迎您回到新闻现场 现在全世界有超过两个以上的战场 如火如荼 难民危机当然也在日益扩大当中 而且就在亚洲 现在又爆发最新的难民危机了 那是巴基斯坦 他以安全跟经济为理由 宣布要驱逐170万 来自阿富汗的无证难民 其实自从塔利班执政以来 已经超过400万人 逃离家园来到了邻国巴基斯坦 其中有170万人是非法移民 也就是我们说的无证难民 现在巴基斯坦说 11月1号是最后的期限 在这一天还没有离开的人 就会被逮捕或者是强制的驱离 那其实无证难民到现在 如果真的要回到阿富汗的话 他会有很多的困境 第一当然是所有的女性 回到阿富汗之后 会失去人生自由 更别说想要求学 其次是经济上非常的不好 想回去讨生活并不容易 再者就是人生安全了 因为当初他们逃离祖国 就是因为不能够承受塔利班的执政 现在塔利班依旧执政 但他们要回去 会不会被视为是叛逃者 遭到秋后算账 都是值得关注的 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 挤满载着家当的卡车 疲惫的人群 与此同时 全国各地被警方逮捕的阿富汗人 被一车车送走 怪兽则无情推倒曾经的家园 11月1号前不自愿离开 就强制驱离 这是收容400万阿富汗人的 巴基斯坦当局 对境内170万无证移民 吓得通牒 理由是2023年至今 发生的自杀式炸弹攻击 5成以上有阿富汗人参与 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 巴基斯坦近年陷入经济危机 对于数十年来 消耗大量资源的难民 早已没得耐心 强烈的敌意 连早有居留身份的阿富汗人 都心惊胆跳 不敢出门上水工作 匆忙丢下一切 前往边界的人数 从每天300人 暴增到1万 处境更是艰辛 人道组织警告 入冬之际 有这么大量的人口迁徙 阿富汗资源早已捉襟见肘 人道灾难一触即发 此外 回到当初拼命逃离的家乡 如何求生 更是一大问题 阿富汗人参与没有良好的状态 甚至少女孩 他们不能走 自由 他们没有自由 大爱新闻 超考人编译 好 接着就关心今天加萨的状况 我们分成北部跟南部来看 南部是好消息 每天都有新的进展 因为拉法口岸开了之后 每天可以有500万人 离开这个炮火之地 两天以来 已经超过1000多人离开了 他们包含了受伤的巴勒斯坦难民 或者是有双重国籍的外国人 以及国外的NGO组织成员等等 这是南部 是好消息 但北部状况就很严峻了 因为北部持续遭到炮火攻击 难民营 这个叫做贾巴利亚 他至少遭到了6波的攻击 195个人死亡 还有120人以上是失踪的 也许他们的状况也并不是很好 而加萨市呢 现在遭到了地面部队的包围 联合国的避难所 是一间学校 也遭到了炮火攻击 民众整天都在哀气 因为他们顺时间就会失去自己的亲人 炮火在眼前掉下来 而且呢让民众是彻夜难免 这些烟雾看起来到底是不是白灵弹 国际专家都在观察 因为一旦使用了白灵弹 以色列又再次的违反了国际公约 路透社访问英国的核弹专家表示 目前看起来这是一般的炮弹 而不是白灵弹 但是后续还是需要再观察 好我们再看叙利亚的内战超过12年 也有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式战火复生 画面中的这一位是单亲妈妈 她每一天要工作7到8个小时 为了养活自己的孩子 但是她工作一整天得到的报酬 是新台币40块钱 想想看这样的处境 一家人要吃饱饭已经不容易了 遑论生病了要看医生 因此慈激跟土耳其医师联盟 所合作的一整站 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保守了他们的健康 靠的祈祷 刚刚上讲了 我跟 hatten 主张在I妈玉标 siglo統一来 做了三成年 schuld我没有经历 离他可以去努力 是18天 可是 lorsque原因 她的孩子 她的态度很确实 很難做出了 她很難做出了 很難做 我要你不要 我第一次的生活 很難做得太多 我不能做出了 我快到我把家餐 我去死了 我咋不咋我 我咋不咋 我咋不咋 我就想了 在生活活着 活着很多 我之前 人家在生活活着 那些人跟自己的困難 我不是在那些地方 那些人很容易 因為我一直在做的 我的目的 我一直在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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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的一天 我一直在做的 我一直在家裡 我一直在家裡 我一直在工作 8時間 八、七、三、三、二、十、 三、二、三、三、五、三、三 每地方都给我们做35亿离了 我们就在这个地牢里发生了 我们要把我们做了 谈定我们的私人 we have to'? 我们正常不够用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地牢 我们知道我们有点就是 我们可以拿到我们的地方 我们去拿同学 我们拿到我们的地方 那么在我们的地牢中 相当是什么 我们的地牢中了 我们的地牢中的地牢中 我们这些地牢中的地牢中 我要安全地牢中 我受到外面的工程序 我受到购物的股票 和他给予藏养性的股票 我带了一下 我带到我们的贡献 要购物养生的股票 为我们把购物养生的股票 所以我受到购物养生的股票 我提供养生的股票 我建议的股票 我建议养生的股票 我许生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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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當初到第一次到第一天 我們要求我們很近 因為我們很近 在中央的中央 我們要求我們 但祝福也很厲害 祝福也很厲害 此季有一首歌叫做《響詩豆》 這是由已故的音樂創作家 莊努老師所譜寫的 他在此季世界裡 代表著全球的志工 對於上人的思念 今天上人來到了台南 《響詩豆》這首歌 由兩併雙白的吳茂僧唱起來 格外有意義 因為他做詞記超過三十年 從青絲到白髮 他說自己是 一日不做詞記就一日不死 整個地方又推下善事 新年萬壘造詞記事件 我告知要求 八十六歲吳茂僧 投入詞記三十多年 早期不僅出借自家空間 當臨時供修處 住宅前也變成環保點 一路走來夫妻兩人始終如一 我發言一天不講詞記 一天不出飯 破山的不是脫掉去的 是人這樣的好心人啊 願意付出付出的手情 這是很感動的 志工即便年邁身體病痛 仍發願做詞記 這次的小朋友 大家都對我都很強烈 五十九歲環保志工吳文睿 中風三次多次車禍 還在工作意外中 失去八根手指 儘管雙手只剩大拇指 精進環保不懈待 人跟人的中間 好想文安 好想分享 好想勉勒 都是說好話 做好事 所以我們的心都很平靜 上人感恩人人付出 無所求 情更慧命 造福大地 大家希望喜歡您 鄭瑞萍 台南報道 每一年的徒邀節 就是印度教最重要的節日 也叫做排登節 就像他們要過新年一樣 所以印度教徒 要盛大地度過這個節日 而在馬來西亞的慈激志工 也在每年這個時候 就會邀約印度教的照顧家庭 齊聚一堂 用他們的傳統儀式 他們的繽紛色彩 和他們一起度過這個盛大的日子 今天我們跟我的學生在佛陀 我真的很幸運 孩子們在老師的教導之下 表演印度的傳統舞蹈 排登節 圖邀節的意思就是 以光明驅走黑暗 以善良戰勝邪惡 而這些印度教徒 平常受到的是慈激志工的照顧 但是彼此之間並沒有宗教的隔閡 因為慈激志工每一年 都會邀請印度裔的家庭 一起來過圖邀節 也送上過年的禮物 讓他們安心過節 孩子們在水中要度河 卻每一個人手上都拿著東西 這是在印尼 這個故事搭起了印尼 跟華人之間的一座橋樑 休息一會 三分鐘廣告之後 回到新聞現場 歷史驚天單元 阿嬤 你的功課都是吃飯 我要給你吃一口 阿嬤 我來寫魔術師阿嬤 我寫幾百 你寫幾百 她是我的阿嬤 我覺得她就像是魔術師一樣 不管我想吃什麼 她都可以變得出來 你愛吃阿嬤煮的還是媽媽煮的 阿嬤 我的阿嬤雖然不能試制 但是她還是很努力地認真讀書 在我還在讀小一小二的時候 她就已經開始到夜間補校去讀書 那個時候我跟她的課本一模一樣 所以我還曾經教過阿嬤寫字 有幾百個氣 朝長比善關 阿嬤很用功 很精進 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到板朝園去 做福田還有做香雞 阿嬤 你為什麼喜歡做志工呢 因為幫助人 我以前小時候就感到苦了 我老回到我老婆了 我會想問我是說 我老爸今天去出團 我去幫忙做辦 我和阿嬤做過最特別的事 就是一起去做公祭 阿嬤 為什麼你會帶我去參加公祭呢 對啊 只給三百歲去做 阿嬤做慈祭已經做了三十幾年了 越做越歡喜 從小到大和阿嬤一起做慈祭 然後就會發現 慈祭人真的是要做善事做到底的 這一份決心 也看到他們就是要為世界造福 在慈祭當中我也學會了要環保愛地球 而這些知識呢 也是真的可以真正的活用在生活當中 阿嬤 今天我可以煎荷包蛋給你吃喔 好啊 我從今天看網路的餐廳 我阿嬤煎荷包蛋 但只能是可以煎荷包蛋了 就好吃的荷包蛋了 要飯後一直煎荷 就變成為什麼要一塊一塊一塊 這香煮啊 這好吃 對啊 是我 慈祺這個是你煎的嗎 這個是 我是余浩晨 她是我的魔術師阿嬤 歡迎您回到新聞現場 我們一起關心天氣狀況 時間交給氣象主播主領袖 氣象看大愛陪您聊天氣 大家晚安 週末天氣狀況簡單來說和今天有點像 先看到今天的溫差提醒 在黃色區塊超了至少7度 橘色差9度 一大早在新竹只有15.9度 花蓮16.9度 但是白天快速回溫 就來到了30度左右 不少地方的日夜溫差 其實已經來到了10度左右 明天大環境水氣也是偏少 各地陽光露臉 不太容易下雨 高溫30到32度 沒什麼雲的阻擋 所以太陽下山之後 輻射冷卻也會比較明顯 早晚偏涼 日夜溫差大 下雨方面 只有在迎風面的東南部 還有恒川半島 會有一點點的偶爾挑雨 好天氣 即可惜西半部的空氣品質不太好 看到北中南都亮起了橘色提醒 也就是可能讓過敏族的症狀會發作 做好要避免長時間在戶外聚烈運動 也要把口罩戴好 整理週末各地區的天氣狀況 北部19到32度 晴朗的好天氣 早晚比較涼 日夜溫差超過10度 中部21到32度 陽光露臉 只是空氣品質不太好 戶外活動安排也要多多注意 南部22到32度 大部分地方天氣穩定 只有在恆春半島可能會偶爾飄雨 東部21到30度 在東南部還有台東沿海可能也會偶爾有飄雨 尤其在北台灣還有東部的觀眾朋友 要好好把握這幾天 一直到星期一上半天的好天氣 到了星期一的下半天 會有封面掠過台灣北部海面 緊接著東北季風增強 這一波台灣算是在封面的尾端 所以降溫還有水氣都不會非常強烈 有一點像上一波的東北季風 主要在北台灣會稍微轉涼容易下雨 尤其星期二感覺會最明顯 北台灣感覺整天偏涼 高溫可能只剩下22到24度 而中南部就沒什麼感覺了 而且很快的星期三 東北季風就會減弱 春午八王密抓氣象重點 週末隔地天氣都還不錯 要注意太陽下山之後就會開始變涼冷 出門最好多帶件衣服 只有在東南部河明山半島 偶爾會有一點下雨 但是也不會下太久 活動來排上要注意的是空氣品質 北中都亮起橘色提醒 最好減少在戶外劇烈運動 北台灣的觀眾朋友 週末可以把握好天氣洗衣曬背 下星期一星期二就會轉涼 變得容易下雨 接下來提供給您明天各地的氣象數據 那麼明天來好像一樣 历史今天每天为您精选一则 此季重要的历史足迹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印尼 在2021年 兴建了第六座的大碍桥 大家都知道 印尼是一个万岛之国 它有一万七千多座岛屿 境内河川也很多 所以人们依着河川而居住 有丰沛的水资源 肥沃的土壤 但是河川也带来了许多的阻碍 我们看这样的画面 也许你会觉得 大人带着小孩在细水呢 事实则不然 因为这一群孩子 是每一天都要穿越这座河川 才能够去读书 河川凶险 他们的读书之路 也越来越条远 原来是在这个村庄里头 有这一条河 河的右岸是学校 左岸是村庄 所以从村子到学校 每天就得要跨这一条河 那么孩子们是怎么渡河的呢 每一个人手都举得高高的 因为他得把他的鞋子 制服跟书包 通通举在头顶上 才不会被河水给弄湿了 一边渡河 一边保护自己的学习的文具等等的 那遇到河川汹涌 或者是下大雨 溪水暴涨的时候 孩子们无法渡河 自然就没办法去上课了 所以在这里的孩子 旷课率是非常的高的 那好不容易渡了河 上了岸 要做什么呢 赶紧把干净的制服 穿在身上 穿起鞋子 背起书包 然后把刚才弄湿的衣服 赶紧用河水掏洗一番 拧干之后 晒在这个竹绳子上 因为呢 傍晚的时候 衣服晒干了 他们还要带着这些衣服回家 对于学校里的老师来说 他每天都不知道 会有多少学生来上课 因为一条河 确实是学生们的 求学之路最大的阻碍 那些孩子 如果想过去 如果游戏 可能他们没有 准备到老师 但是如果游戏 他们在学校 开学校 在卓士 到卓士 当学习 然后很难 如果游戏 在游戏 因为游戏 我们刚刚看到有时候大人有空带着孩子渡桥 虽然大家都是有笑容的 但是那个风险我们光是用想的就知道并不少 所以在2007年的时候 万龙的慈祭志工就为这里的孩子搭建了这座桥 并且在当地的省长见证之下 取名为大爱桥 从此以后不论波涛汹涌 孩子们的求学路是笔直而安全的通往学校 也像是通往他们人生的康庄大道 这是慈祭在印尼搭的第一座桥 而历史今天要带您看的是2021年 慈祭已经在印尼搭起了第六座桥梁 2021年11月3号 印尼原建吊桥洞土 印尼万龙展玉县苏卡布甲村 慈祭原建吊桥洞土 隔年2022年4月完工 祠桥为万龙慈祭在西爪哇省为偏乡圆建的第六座吊桥 回顾第一座吊桥原建 尤其是在外公园建吊桥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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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吊桥 第六座吉卡欧加上之后的第七座 这条桥其实是很重要也很关键的工作 他们发放物资的时候 他们就了解了华人是真心诚意的在感恩他们 也愿意为这块土地付出 所以近30年来慈祭在印尼搭了无数的心灵之桥 这30年来也几乎不曾再发生任何的排华事件了 这也许是一座桥已经通往了彼此的心理 让两座之间能够相互了解彼此体谅 这就是历史今天为您回顾慈祭在印尼的爱心桥 另外我们要带您看的这个故事也跟求学有关 他住在屏东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 最为特别的是他的脚先天是畸形的 所以他得要穿着特殊的矫正鞋才能够练田径 但依然如此 他是田径高手并且成绩非常的好 但他今年选择读的是技职学校 因为他希望学得一技之长 尽早毕业之后能够赚钱 让单亲的妈妈过上一点好生活 运球投篮 彭秋群杰展现好身手 但其实他和一般人有点不一样 跟平常人缺了一半 导致于说我从小 左脚比右脚小腿肌肉长得有点不平均 我这个脚从小穿鞋子都是塞袜子 我们帮他做好矫正鞋垫 让他可以跑得更快站得更稳 他要写一封感恩的信给我们 我就发现说这个孩子好特别 而生长在单亲家庭的他 考量佳境 尽管今年考上了第一志愿 屏东中学 后来却选择了内埔农工 群杰这个孩子也是蛮孝顺的 他的家庭的经济问题 他就选择了他 凭我们的内埔农工 他离家比较近 他也想学一技之长 我唯一能帮忙的 只有家里妹妹的环境 还有妹妹吃饭 她的功课 在家投秋群杰照顾妹妹 帮母亲分忧解劳 一家三口粗茶淡饭 他也期待有一技再生 赶快拿到证兆 投入了职场 撑起佳绩 大爱新闻 郑善美志工戴敦人 屏东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 大爱夜安新闻 感恩您的参与 稍后请继续收看 人间菩提 我是陈竹琪 祝福您平安 盛心 我们明天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